市民主席 主席我先談一個那個會議的問題好不好 就是那個是主密嗎這一位 剛剛在旁邊協助是主 他是法政處長 法政處長 對不起 因為都戴著口罩 我們今天因為只是一個提名人 他還不是中選會的委員 所以在這裡接受審查的時候 是不是請主席才是 我們暫時就不宜 讓我們中選會的同仁在旁邊從旁協助 這樣才比較符合法治體力這樣好不好 大家是好意啦 但是我們就是讓一切的這個 法律啊 體制啊 制度啊 你看是怎麼樣 我有沒有誤解了我們的法治 沒有關係我們 因為以前我們的慣例是 中選會都會來 我看也不需要耶 但是我們 我們今天這個被提名人很優秀 因為我們最主要是委員會的委員 大家主要是希望跟被提名人來進行對話了解 那不是針對中選會這個機關 所以我們請這個 各位官員 我們就是還是讓 讓這個我們被提名人來直接跟我們委員對話 我們再處理 謝謝主席 那我們也請那個陳大律師諒解 這個不是針對個人 我們是在談一個法治的體力 好 謝謝主席 我們請被提名人 陳大律師 我們請被提名人 上台被選 陳大律師 我先肯定您今天的表現 我蠻驚艷的 您有非常豐富的基層 在選務工作上面 長期工作的專業的經驗 然後您又是律師的身份 對於選罷法相關的法治 其實也相當的熟悉 尤其是我覺得政治素養不錯 在這裡您認為不適合回答的問題 您也都處理得很好 有很好的這個政治素養 所以我相當的肯定 我也預祝您能夠在這一次的提名當中 能夠順利的獲得提名 但是本席還是有和你不一樣的見解所在 那我一方面也認為說 以您的說服力 以您的專業 將來如果您順利的被提名以後 在中選會裡頭 也會變成一個非常有力量 可以影響政府政策的一個人 所以我也有幾個問題在這裡要請教您 第一個就是您贊不贊成不在即投票 通訊投票一轉投票 那應該以什麼條件為前提 今天聽起來這樣 我就不浪費時間了 您其實回答很多次了 所以我也都知道您的答案 目前您是比較謹慎的 就是以支持現有中選會的規劃路線 就是在公投的部分 你認為可以適度的先求有 以後再去求好 那你在回答的時候 有提到就是說 你不知道反對的理由在哪裡 來 本席是堅決反對的人之一 我反對的理由是這樣 要實施不在即投票 當然很重要 能夠保障每一位投票人 他的投票率 那以台灣的總體投票率來講 我們在世界各國 算是高投票率的國家 所以用不在即投票去 刺激跟提高投票率 不是我們的目標 我們的目標已經精進到 我們要去讓每一個人 投票權利都獲得保障 但是你要知道 台灣總是有一個 中國企圖影響台灣投票的陰影在 不在即投票即使是公民投票 有這個陰影 我請教你 如果我們的台商 他在工業區裡面被中國施壓 要求你要申請到金門不在即投票 他有工具 你們去 而且我希望你們投什麼 我從你們總體的投票率 我要去決定 這個工業區 我要不要給你減稅 我給你的稅率要不要提高 中國有沒有這種政策手段 有一天如果他做這種控制的時候 我們開放不在即投票 其實就是有這個漏洞管道 可以讓中國去壓迫我們的台商 去控制選舉結果 這是我的理由 我唯一的理由在這裡 好不好 提供做參考 可以嗎 他們可以申請去用小三同學金門投票嗎 可以 理論上 如果他是戶籍地是在金門的話 不必 不必 不在即投票就是在戶籍地之外申請 移轉投票 對不對 所以是有疑慮的喔 好不好 來第二個 您剛剛有提到就是說 選務機關不以回答 公民投票法相關的修法問題 對不對 這一點您稍微搞錯了一點點 我們國家的制度確實是亂 你前面有說 是蠻亂的 那我們亂在哪裡呢 我們在公投的部分 選政機關 選務機關合一 可是在選罷法的體系 選政選務分離 對不對 所以你剛剛是選政機關 剛剛是公投法的問題 你是選政機關 所以這一點你剛剛弄錯了對不對 好 那總體來講 我是主張選政合一的 就是內政部現有 在選罷法體系裡面的選政 還是要回歸到中選會來 我們讓國家對於所有的選舉 他的一個團隊是一致的 然後對於實務跟政策上面的銜接 也是迅速的跟一體的 那這一點你的看法呢 在我那個資料裡面 我原理上也是贊成這樣的理想 我們自己身為中選會的話 應該把這個當成一個努力的目標 那只是說 在推動的過程裡面 我們還在考慮就是說 那這選政選務在合一過程裡面 有沒有其他的 比如說人力會不會要增加 或是要膨脹等等 這個都不是你們考慮的 因為主改自然會去考慮那個部分 好不好 從專業上你也是認為我應該合一 我舉一個例子 我服務出來的一個案子 一個爸爸他的帳號被兒子拿去用 但是兒子是領有精神障礙的手冊 那他在市長選舉的當天早上貼了一張 一號陳其邁第一名的市長被罰五十萬 我們的起跳是五十萬 是 帶著金帳手冊的孩子就這樣一張而已 然後他被罵的時候 他說我只是聊天我沒有助選 但是他要被罰五十萬 像這一種起跳就是五十萬 對於一般無辜的社會大眾的這種處罰 你們在實務上就要狠心 我最多最多我就是罰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 但是很難讓你們決定去免罰對不對 但是事實上這個就是你們在選政跟選務 如果非常清楚的時候應該怎麼修法 你們就會很快 對不對 好 那麼另外一個很重要的是 現在普遍被大家提出來講的 對於假訊息如果影響選舉的話 您贊成是應該要修法對假訊息予以防治嗎 用法律來限制或處罰假訊息影響干擾選舉嗎 現在國家的法律對假訊息的處罰 只有在民生相關 譬如說災害防救法 糧食管理法 農產品市場交流法 傳染病房治法等等 我們是有罰則的 但是中選會過去在選罰法曾經有過草案 最後沒有送出來 那以您來講您認為要用法律來限制房子嗎 我認為是可以考慮 因為畢竟這個選務的話它的影響是非常重大 但是過程就是說 它的要件必須要明確 程序要能夠充分保障它有申訴的管道 這一點本席的看法也稍有不同 我比較認為說 台灣社會到底是要以整體公民的試毒能力的提升 來防守這件事情 還是要用法律來替人民阻止假訊息 這一點在選舉上面 因為選舉激烈的衝突 台灣又是一個撕裂的社會 然後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如果這個立法進來的話 惹起的對立是比較大的 對言論自由的保障是有疑義的 所以我要給你一個建議 要給你一個歐盟的經驗 歐盟對於這個部分 它是採取自律 你看看像川普的推特 他推出來的時候 很自然的這個推特的平台 會給大家一個警告 標示在那裡對不對 好這些警告是怎麼來的 當然這是美國 但是以歐盟來講 它是用自律 整個歐盟 他們用專家小組去制定一個 不實爭議訊息的實踐準則 要求業者簽署承諾 然後希望他們對廣告的透明度 對假帳戶的關閉 對去除不實資訊傳播者的牟利機制 對於付權消費者的問題 還有給予研究界權利的種種的問題 在簽署這個自律的同意書之後 由他們自律 並且定期的去做出這些自律結果的報告 效果的報告 我認為這一塊我們保留自律是比說 修法去制定法則更好的方法 好不好 我還有一些問題 但是時間的問題 好 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賴襄林委員 賴襄林委員